现场的戏份一片欢乐 可接下来出场的这位选手看似其貌不扬 他能否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三位苛刻评委的YES 您好 您好 请问来自于哪里 我来自吉林省吉林市欢迎湘湖牛村舞祖 我叫王彦丽 您是从事什么工作的 卖水果了 你为什么会来到达人秀这个舞台 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 也爱唱歌 就是一天喊几嗓的也行 好几嗓的也行 如果从早到晚一句不让我好 我觉得就跟死人没什么区别 那就看着说你对音乐很执着 那你今天就是来为我们表演唱歌 我编的一首小曲是水果人生 水果人生 小水果大人生 还有道具 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芒果吧 芒果 下面我把这首水果人生唱给大家 希望大家能喜欢 好 好 买水果的大姐大歌 匆匆出门去商货 烦美股上吃一口 辛苦早事去要喝 钱挣的虽然不算多 风里雨中推着车 穿下秋冬在忙碌 酸甜苦辣都唱过 车上有橘子 鸭梨 红苹果 春桃 草莓 和甘蔗 香瓜 西瓜 沙白瓜 芒果 葡萄 大菠萝 朝夜一天 来夜一日啊 就看你想怎么活 人生路上有事也有得 不能丢掉是执着 不能丢掉是执着 非常好 非常好 我已然听出你歌词 你对人生的看法 那我想好奇的是 因为也许你一首歌很精彩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别的歌曲 可以像这样子精彩 有 在我和我妻子搞对象的时候 为了讨她欢心 为了能把她说取到手 我脱着编了一首 内心深处有位姑娘 就是偷偷地把她拉到没人的地方 别人听不到的地方 就大声像老豪一样好给她听 我的妻子听了很高兴 很喜欢 我说你很喜欢我唱的歌 你能不能嫁给我 她说以后再说吧 因为她的亲戚朋友都看我说 家乔人丑 个头一米五九 小学文化农村户口 要能取得这样喜欢好像不太可能 那以后呢 后来呢 后来反复的唱 反复的唱 最后可能是打动她了 她说我同意嫁给你了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 你老婆是真的因为你的这个创作 打动了她而嫁给你了 我的媳妇说 我很喜欢王爷丽 所以说她就背着家人 把自己家里的户口板偷出来 我们俩偷偷去乡政府结婚 你媳妇出来好吗 媳妇 我知道她在旁边鼓励你 哦 媳妇好漂亮 哦 漂亮 我很想 我很想知道当初 当初你 你为你老婆写那首歌 在没人的地方 然后唱的那首歌 唱给我们听听好吧 对着她唱 对着她唱 谢谢 内心深处又为姑娘 温柔又善良 无黑的绣发 模样很漂亮 苗条的身材 步伐又轻快 轻盈的歌号 吐露青春的芬芳 愿你放出那爱情鸟 和我一起去飞翔 打开你爱情那扇窗 抚平我内心的忧伤 真情似火不毁灭 把心路来照亮 永远爱你 到底就天长 永远爱你 到底老天皇 杨连同志 当着全国人的面 你能嫁给我吗 我愿意嫁给你王严厉 谢谢 真令人羡慕 其实有人需要征服全世界 你只需要征服一个人 那就是你心爱的女人 我觉得这创作是最有价值的 能不能告诉我 你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说句实话 最大的梦想就是 能属于有一个 属于我们的小房子 让我媳妇和孩子 能过上说安稳的日子 不再像现在 租一个十平米的小房子 真的 娶了这么一个漂亮 这么好的媳妇 跟我过着这么 就说漂泊不定的日子 我觉得非常愧疚 媳妇觉得苦吧 我不觉得苦 她就是爱着这个男人 有一种无知无惧的爱 好勇敢 爱就是需要这个勇敢 谢谢 说句yes or no 当然是yes 小姨 yes or no 我非常喜欢你们在 诉说生活的时候 没有掉一滴眼泪 一直都是带着笑容 这个笑容除了你是音乐达人传 也应该是生活的达人 所以我也要给你们 yes 什么事 yes 做了你成功了 say we're together baby say we're together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58K rokod meinem Shout לעAM 大 谢谢大家